大家好,我是小安,欢迎来到我的频道 高血压人群,以下这种水果一定不要吃大 减少吃,能够减少脑中风跟心梗的发生 今天给大家详细地说一说,哪几种水果不可以吃 为了治疗这种高血压,并发症 特别是减少中风跟心梗的一个发生 我们要改善生活的方式 那其中重要的一点,就是健康的饮食 很重要的就是减少纳盐的摄入 同时,要多吃蔬菜水果 相关的研究表示,多吃蔬菜水果 对预防心脑血管疾病很有帮助 有一项权威医学杂志上有个研究 发表在《新英格兰医学》杂志上 涉及了50万人的研究 发现每天摄入100克的新鲜水果 可以使心脑血管疾病的死亡概率降低到31% 可以使心脑血管疾病的死亡概率降低三分之一 第二个研究 2017年,因为水果摄入不足 导致心血管死亡的人数高达了 高血压人群应该多吃哪些蔬菜 第一类就是富含这种黄桶类化合物的水果 研究表明了,富含黄桶类化合物的水果 可以保护血管 第三类是富含维生素C的水果 特别适合高血压的人群使用 对于心脑血管保护的水果 含有不利于保护心血管的水果 先来聊一下 保护作用的水果有哪些 第一就是苹果 多吃苹果 对预防心脏病有很好的帮助 苹果含有多种维生素 液酸类黄桶和80%的水 那么更重要的是 它属于这种高侠的水果 可以预防高血压 而且里面含有钾 维生素C这些成分 对促进体内的脂肪分解 预防心脑血管疾病都有很好的帮助 当然了 里面的这类黄桶有研究发现了 在这个自然通讯杂志上面 第二种水果山楂 山楂的营养比较高大 这种糖类蛋白质 脂肪 矿物质 维生素 对预防心脑血管疾病 都有很好的疗效 特别适合这种高血压的人群使用 山楂 酸 如果有胃病的患者 不要吃酸楂的 第三种就是木瓜 木瓜有万树瓜的一种美育 富含10基种以上的氨基酸 多种营养元素 比方说甲 美等等 木瓜含糖量比较低大 每100克木瓜当中 只有27大卡的热量 有利于体重的控制 对控制体重的人群 高血压人群 可以吃木瓜大 并且也比较适合心脑血管疾病的人群 心脑血管疾病中心发现了 像草莓 樱桃这些红色的水果 有助于降低患心脏病的风险 红色的蔬菜 比方番茄 或者红色的水果 刚才讲的草莓 樱桃 苹果 都是含有花精素比较多的 就这种抗氧化剂 而且可以修复受小的细胞 提高这种高密度 脂蛋白的胆固醇水平 能够还好地降低胆固醇 去预防动脉中央硬化 山楂其实也是红色的 苹果也是红色的 所以说中医脚的这场脚 对应的五色其实是红色 红色入心的 吃红色的食物对我们心脏特别的好 不管是中医还是西医 都有很多的好处的 说完了平时应该吃的水果 再来说一说 以下五种水果是不适合吃的 特别是心脑血管疾病的患者 一定不要吃这些水果 第一种就是黄桃 黄桃特别的不适合高血压人群使用 高血压的人群 这个黄桃比较甜 同时大量的糖分比较多的 高血压的人群吃了之后 血压会升高 血糖也会升高 这个时候会出现了血糖的异常飙升 血糖控制的非常不好 等于血压的弊发症出现了 第二种就是香蕉 香蕉虽然美味 而且能够专长通便 但是香蕉的热量是比较高的 而且含糖量比较高 如果高下压的人群吃香蕉之后 血液变得粘稠 会导致血压升高 第三种就是榴莲 喝一种高热的水果 它的热量高达15000卡 每100克左右 而米饭才1100卡 所以说流氧热量是比较高的 比米饭还要高 吃了之后容易导致血糖升高的 导致脂肪升降 糖尿病的人群 肥胖的人群 水质高的人群 尿痰高的人群尽量不要吃 有的水果 虽然是吃着没有甜味 但是里面的糖分是比较高的 也有的水果 虽然吃起来很甜 但是含糖量不高 所以我们一定要区分在这些水果 到底什么的水果能吃 什么样的水果是不可以吃的 第四种不能出水果就是 芒果 芒果汁水较多 甜甜糯糯很好吃的 无论是大人小朋友们都比较爱吃 因为太有食欲太好吃了 芒果虽然好吃 但是太甜了 糖尿病患者 高血压患者一定不要吃芒果 如果吃芒果的话 会造成血压的波动 血压的波动的 对身体没有好处 第五种水果就是西瓜 西瓜更受很多朋友们的代爱 尤其是夏天天气热了 我们吃上一块冰冷的西瓜 甜甜的吃水比较多 真的是太好喝了 虽然好吃又甜 但是糖尿病患者一定不要贪嘴多吃的 更不能吃 就算吃上一小块也是不可以的 容易引发血糖的波动 所以不适合吃这些水果的朋友们 一定不要吃 糖分可以转化为脂肪 可以让血脂升高 血糖升高 杀害到我们的血管 对高血压的一些人群 就非常的不好 高血压的人群 平时一定要多注意一下 比方说我们吃水果的时候 一定要营养均衡 并且大多数的高血压 需要的一个药物的质量 不要从药物跟平时的饮食 这样相互结合 能够有效地控制血压的水平 远离中风还有心梗的发生 好了 家人朋友们 今天的视频就分享到这里了 如果觉得我视频对你有所帮助 请您帮我点赞关注订阅我的频道 欢迎下方留言加一 我每天都会分享不同的养生知识 与您分享 感谢所有朋友们的支持 谢谢大家 我是夏安 我们下期视频再见